这是一个关于南极企鹅的故事 我们的主要角色是一只叫阿翔的企鹅 以及他的好友小冰 他们生活在南极的极地世界中 故事发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冬天 当南极的冰雪覆盖整个地方 企鹅们团聚在一起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南极是一个寒冷而美丽的地方 冰雪覆盖着一切 在这个极地世界里 有一只名叫阿翔的企鹅 他有一身黑白相见的外表 总是显得非常有精神 阿翔生活在一个企鹅群落中 这个群落有许多企鹅朋友 他们在这个极寒的环境中一起生活 努力求存 阿翔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名叫小冰的企鹅 他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 非常友善和善解人意 阿翔和小冰总是一起玩耍 探险并互相扶持 有一天当他们正在海边嬉戏时 突然下起了大雪 阿翔和小冰迅速返回了企鹅巢穴 以避开风雪 阿翔紧紧抓住小冰的爪子 确保他安全抵达 风雪越来越大 企鹅巢穴变得越来越暖和 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狭窄 阿翔和小冰躲在巢穴内 彼此依偎着等待风雪停歇 时间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阿翔开始感到担心 小冰 你还好吗 他轻声问道 小冰紧紧地拥抱着阿翔 回答说 我还好 多亏有你在这里 我感到很安心 阿翔点点头 他们继续等待着 希望风雪能够尽早停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阿翔开始感到饥饿 他知道自己和小冰 需要找食物来度过这场暴风雪 当风雪稍微停歇时 阿翔和小冰决定要出去寻找食物 他们知道 在这个极地世界中 食物非常稀缺 但他们必须尝试 他们缓缓地走出巢穴 阿翔用他的敏锐势力 寻找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 最终 他们发现了一处鱼网旁边 有一只被困的海豹 海豹的身体部分 陷在冰雪中 小冰 我们必须把这只海豹救出来 这样我们才有食物吃 阿翔说道 小冰同意了 他们开始一起挖掘冰雪 试图把海豹救出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因为冰雪非常坚硬 他们必须不停地挖掘 用尽全力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 他们终于成功地把海豹救出 并分享了这只海豹的肉 来满足饥饿 这一刻 阿翔和小冰的友谊 变得更加坚固 他们彼此依赖着 风雪持续了好几天 企鹅群落中的食物 变得越来越稀缺 阿翔和小冰知道 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更稳妥的方式 来获得食物 以确保他们的生存 我们应该联络其他企鹅 一起寻找食物 这样我们会更有机会成功 小冰提出了这个建议 阿翔赞同了这个建议 他们开始访问其他企鹅 并提出合作的想法 企鹅们都同意 他们组成了一个小队伍 一起寻找食物 他们在冰雪世界中穿梭 一边搜寻鱼类和海豹 一边互相鼓励 阿翔和小冰的坚韧精神 激励着其他企鹅 他们一直不放弃 直到找到了足够的食物 当小队伍找到足够的食物时 他们开始带着获得的食物 返回企鹅巢穴 阿翔和小冰感到非常自豪 他们知道 他们的努力 为整个企鹅群落带来了希望 企鹅们开始分享食物 互相帮助 这让整个群落变得更加团结 阿翔和小冰的友谊 也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他们知道 只要彼此在一起 他们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南极的冰雪世界中 阿翔和小冰展现了友谊 坚韧和合作的重要性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面对困难时 只要我们彼此扶持 我们就能够克服任何挑战 阿翔和小冰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友谊和团结的故事 他们的努力 不仅为自己带来了希望 也为整个企鹅群落带来了希望 这个故事 鼓励我们在生活中寻找支持 互相帮助 并共同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阿翔和小冰展现了